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净空法师净惊呼 她的灵魂投身在地狱 一起来听 张国荣才华横溢 就算是到了如今仍然有众多的粉丝 一提到这个名字是无数人的回忆 每个人都在感叹 太可惜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她 有细心的网友近日来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张国荣生前经历曝光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 遗书曝光 抑郁跳楼 2003年4月1日傍晚 张国荣从酒店24楼移纵而下 在这之前 张国荣留下了一封50多万字的遗书 抑郁 多谢各位朋友 这一年来好辛苦 不能再忍受 我一生没做坏事 为何会这样 而最让人惊心的是最后一句反问 我一生未做坏事 为何这样 火遍全球的南明星 为何会得抑郁症呢 然而 名利背后都伴随着压力和痛苦 张国荣从小体弱多病 只身在英国留学 远离家人 更是孤独无助 他曾说 没有长透天伦之乐 是一生的遗憾 21岁时 他进入演艺圈 头五年非常不顺 情绪处于低谷 消沉到极点 可能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28岁那年 他时来运转 抑郁情绪一扫而光 可是 沉迷后又有了更大的压力 应酬 纷争 流盐 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打击 张国荣无法忍受 自己变得这样糟糕 于是想到了离开这个世界 2002年 他吃安眠药差一点离世 索性及时发现 抢救了过来 人纵有万般能耐 终也敌不过天命 最后还是选择离开了 难道人死了 就一了百了了吗 并不是 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 不但不能消业 而且更造恶业 因为人到世间转胎为人 都是代业而来 现世所受的顺逆 好坏禁欲 都是自己造作的结果 应该直下承担 才能随缘消业 二 离世真相 被鬼引诱 据说 张国荣生前 曾数次自爆被人下了降头 所谓下降头 是泰国一种最狠毒的邪术 据传 张国荣曾去泰国待了一段时间 与一位泰国人有过短暂恋情 但自从恋情结束 返港后的张国荣 常常感到心惊胆战 六神不宁 晚上一睡觉 就感觉有人拉他的脚 甚至听见耳边 有人反复在说 你为什么还活着 以致长期失眠 精神崩溃 张国荣曾多次求高人解降 后来 张国荣去找了一位得到高僧 但还没进门 高僧就说 有人正在对张国荣念咒 解灵还需寄灵人 贫僧爱莫能助 国内访便高人无果 张国荣找到泰国的白龙王 传说白龙王很厉害 最擅长为人指点如何 趋吉避凶 还可以预知未来 谁知 就在见面前一小时 白龙王突然说 不必见了 我帮不了他 香港媒体就盛传 白龙王早知张国荣结束难逃 才会不想见他一面 面对拒绝 张国荣彻底绝望了 他想尽一切办法自救 可终究还是回天乏术 曾有有人劝张国荣搬家 张国荣听了失控的哭诉道 我搬到哪里 他都会跟着我 我根本逃不掉 终于 张国荣无法忍受 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从张国荣的一生 就可以看出 他已经身在地狱了 没有人帮助他 他心中也没有了希望 其实 面对这样的状况 佛教有着解释 佛说 在六道轮回十二因缘里的 都一样 好坏只是暂时的 唯一的出路就是跳出轮回 很明显 张国荣没看破 三读中 张国荣是够吃的 深受其苦 张国荣是个有大福报的人 生前财富地位 该有的都有了 但是很明显 他的恶业也很重 最终在强烈烦恼的缠绕下 选择自我了结 净空法师曾说过 佛法戒律里面 不能杀生 也不能随便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活得很痛苦 那是你的夜报 死不能解决问题 死要能解决问题 那就很简单了 释迦摩尼佛不必出现世间 不必讲经教学四十九年 佛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因为会更苦 他们不能投胎 住在中阴 是中阴生 那中阴生 每七天要表演一次 就是每七天 他就要自我了结一次 所以不能解决问题 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 凡是这样做的 他只要有这个念头 就会有很多找替身的在等他 他没有替身 他不能投胎 所以就会想要找替身 鬼有小神通 报德的不是修德的 中阴就有小神通 知道你有不好的想法 他就在旁边等着 他也想尽办法帮助你自我了结 那么你这样做之后 也会像那些人一样找替身 找替身这个念头不好 找替身是害他 这其实是自害 自己害自己 还要害别人 一些宗教里面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佛门的大戒 第一条就是不杀生 除了圣人以外的 其他人结束生命的原因 基本上都是被仇恨和痛苦所驱使的 所以这种仇恨和痛苦解决不了 他的生命到达最无奈最无力的地步 他已经跟地狱相应了 他其实都在地狱里 如果他的内心不在地狱里 他还会有一线希望 只要他有一线希望 他就不会这样做 可见这根源在于我们的心 换言之 在凡夫心中 具有六道众生的心理特质 当这些心理外化后 便呈现出流转轮回的种种状态 很多人不相信有六道存在 因为那是看不见的 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无需向外寻求 人间已经有六道之别 恶鬼 其特征为渴求无度 不知焰足 生活中 很多人对地位 金钱 感情 也存在一种病态渴求 即使拥有再多 人无法满足 人一味所求 这就是与恶鬼无异的心理特征 畜生 其特征为愚痴 这也是它和人的根本区别所在 人具有理性思维 而动物只是存着本能 生存享乐 事实上 很多人也处于类似的生存状态 一生都是为衣食 为改善生活条件奔忙 活着是为了生存 生存是为了活着 对人生再无更多的思考和追求 那就与动物的生存状态相差无几了 地狱 其特征是身心实时处于极度痛苦中 世间有不少人 现世就遭遇了这种苦不堪言的处境 有些是被强烈的病苦纠缠 有些是被无尽的烦恼折磨 身心备受煎熬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这种生活状态 正是通常所说的人间地狱 阿修罗 其特征是称心极重 并以争斗为乐 这样的人 现实中也比比皆是 他们热衷于各种争斗 挑衅 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似乎只有在争斗中 才能感受自己的存在 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从佛法的观点来看 世界正是人们心中迷惘的显现 所以六道 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我们有什么样的心 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就会感得什么样的生命状态 曾有一位师兄念佛感应 看到张国荣美眼带笑 优雅随和 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场景 在一个晚清时代的富贵人家 张国荣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一个女孩一看她便给迷住了 手中的东西都扔了 什么也不做了 师兄说 张国荣前世出生尊贵 福报大 所以今生才会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 但也因为太俊美潇洒 令万千玉性着迷 引得他们贪爱情值 同时令同性羡慕极度恨 最后折损了张国荣的福报 反成了张国荣的夜报 还有一次 这位师兄在梦中看到张国荣 让他帮忙念佛超度 自从念完之后 没想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之前欠债的客户 拖了好几个月 竟然主动邀他 把拖欠的费用全结了 而且张国荣还到梦中 感谢师兄念佛超度 为此人们就经常问 真的有钱是今生来世吗 我们真的能记得钱是吗 佛曰 钱是因今是果 一个人在前世种什么因 今生就得什么果 今生种什么因 来世就得什么果 阿伯常言道 无论您过去世是谁 做过什么事情 虽然说因果不会消灭 但本事也得从头修集 经历过人生的磨练 看破放下 消除业障 才能够修成正果 佛陀在经上讲得清楚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鹿亦如电 硬坐如士官 说明了世间很多事情 都不必看得太重 重点要懂得不执着 不过 人往往都看不破 放不下 所以才一直轮回 苦海沉沦 就如张国荣一样 如果把记忆先暂时清空 先将妄念暂时消去 其实是正确的做法 不过因果业障依然不灭 过去是欠别人的 本事依然要还 这才是公平的 如今的我们 只有把握今生 做一个好人 去修一颗善心 攒一份福气 记得凡事都不要太过执着 只有看得开 放得下 以快乐为主 因为生命太短暂了 不要执着太多的虚妄 放任心中妄无 那样只会被欲望束缚着 被欲望所困 会一直痛苦 有时候我们看淡一点 少一点欲望 可能人生就会快乐一些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叔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叔的朋友